全新ASUSU ELF 即香港的N 系列 在2023年,ASUSU正式推出全新第七代 上一次大改款,在2007年,已經有16年 無論外形及內裝設計都追不上時代 近年有些中國貨車,在外形上至超越日本的設計 所以改款是適當的時候 在2023年3月50年展示了全新第七代 ELF 由內島外都徹底大改 此外,更推出純電動EV版本以供商家選擇 全新N 系列採用料類似50 DMAX 農夫車上設計的新格山 外觀更具侵略性 加上新設計的LED日行燈DRL令全新N 系列的外觀更具辨識度 除了外形,內裝都是今代的重點改變 座倉空間無論長闊高,都大大擴展,為駕駛員提供更多空間 甚至連有門踏板的位置都進行了調整,以確保駕駛員在路上可以舒適地駕駛 而麥錶板增設了一個全新的7英寸彩色顯示屏,可顯示平均油耗,及智能駕駛輔助設備訊息 全新ELF 配備料,智能安全系統,與碰撞制動,巡航控制,車道保持輔助,駕駛員狀態監控,緊急泊車系統,自動大燈,交通標誌識別功能,智能限速器和前瞞點監控,是同級日本貨車,安全配備最多的一款 而另一大改變,是原廠將會提供多種附加配件,多達100種以上,供車主自行選購及改裝,令車輛更有個人特色,同配合實際需要 而全新N系,在燃油經濟性,控制得更加好,除提高料載貨能力,更使用新型9速箱離合器自動波箱,附加減功能,被稱為500智能電速箱依線,配合4JZ1渦輪增壓柴油引擎使用 可提高燃油經濟性500表示,依然能夠保持較低的rpms,同時還可以透過降低發動機噪音和震動來緩解駕員疲勞 此外,雙離合器設計,可實現更快的緩檔,以減少扭矩損失和緩檔衝擊 而今代N系的焦點所在,是全新的EV系列,令排放版本有多種配置 40kwh3電池設置,60kwh3電池設置和100kwh5電池 暫未公佈輸出的數據或EV範圍,500計劃,每年在日本銷售約4萬兩全新N系列 估計香港會在2024年下季登場 今次介紹到這裏,多謝收看 今次介紹到這裏,多謝收看 今次介紹到這裏,多謝親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作曲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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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